沒有賣弄花俏的擺盤 這一桌粵菜卻道道都是傳統廣東味 招牌丘羅采 芋泥酥鴨 一層芋泥一層肉 製作手法相當繁複 芋頭跟鴨肉都得個別先蒸熟 鴨肉去骨切片 上頭再包裹厚實的芋泥 入鍋油炸 功夫就在這兒 芋頭錶層被炸出如蜂巢般的細孔洞 酥脆又有層次 至於這瓊山豆腐 雖然名為豆腐 其實不然 下層看起來像豆腐 其實它純粹是蛋清 沒有蛋黃的 純粹蛋清打起來 已經煎出了 就來擺擺擺擺得好像豆腐一樣 出菜前大廚還會用蠔油勾芡 餵一個干貝羹提鮮 這道菜順流滑口 老人小孩都喜歡 鹽菊中蝦看似普通 卻在小地方展現店家的細心 完全要靠主要靠火候 不要炸 炸太久也不行 所以我們剪掉的意思呢 一炸的時候 如果沒有速度沒有剪掉的時候 一炸太高溫它會黑掉 就很難看 它把魚類頭那間間的油炭吃到頭 所以你看我們每一隻蝦都把它按摩過 把它修修好 精心處理過的白蝦帶有油香 卻不犯油脂 連殼帶肉一起品嘗 相當酥脆 老闆彭壯睿來自廣東 小時候歷經逃難潮 跟著家人移居香港 26歲才來台灣 近40年的青春歲月 全奉獻給這家樂士餐館 連續兩年獲得米其林必比登推薦 是對小店廚藝的極高讚賞 很驚訝也很開心對不對 當然經過它必比登這樣推薦的話 也帶很多年輕的客人 餐廳本就有名氣 過去光顧的客人多以老饕為主 如今經典菜更廣為人知 像這道京都排骨 也幾乎是每桌必點菜色 味道類似糖醋排骨非常下飯 卻不像台式做法會加鳳梨 這道名菜也如同彭壯睿在台灣 經營餐廳40年來的寫照 各種滋味又酸又甜